大家好 我们在养这个鹤旺男的时候啊 这个鹤旺男呢 其实很少会出现这个大量缺乏微量元素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它经常会出现了缺乏这个木元素 那么缺乏木元素的话 对它的这个生长是大大不利的 如果这个鹤旺男呢 它缺乏这个 木元素 那么主要症状表现为你的植株呢 会比较矮矮化 然后老叶片上面呢 会有一些褐色的斑点 慢慢的慢慢的 它这个新叶上面呢 就会出现啊 非常多的这个畸形的情况 新叶的畸形的主要表现为褶皱啊 歪边呢 或是出现一些粘体液啊 分叉液等 而且呢 新叶的叶片呢 明显会变窄 叶肉了严重的退化缺失 而且呢 会影响它后期的一个抽花的一个数量 那么它对这个鹤旺男的生长啊 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鹤旺男它缺乏的木元素 我们应该如何补充呢 我们呢 其实可以给它用上这个氨基酸液面肥 氨基酸液面肥呢 它既可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而且也可以促进你的鹤旺男的生长 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说明啊 使用就可以了 它里面呢 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呢 其实非常丰富的 大家养护过程中呢 就可以经常的使用 那么为了避免了后期养护过程中呢 盆土出现缺木的一个情况 我们平时在施肥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多频繁的使用这些无机肥 我们呢 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有机肥 有机制的多少啊 就决定了你这个鹤旺男的一个生长状况的好坏 那么我们呢 在施肥的时候呢 可以用多一点像这种发酵腐熟好的羊分呢 或者是鸡粪都是可以的 这种有机肥的话呢 营养非常的丰富 而且呢 有不烧根的特性 是比较适合像鹤旺男这种植物来生长的 所以呢 大家在平时养护这个鹤旺男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缺乏这个木元素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就算了点了一较小时就好 相当的孔腿 Jadi 然后 I'll我现在就图一下